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在从6月1号开始呢 在石涛的系列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整个围绕着六四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 从6月1号的今日点击的周末视频 在那个周末视频那套节目当中呢 我找到了一个整个在有关六四事件的前前后后的一个背景的视频 十几分钟 那相信很多朋友对六四不太了解的人呢 从中呢会知道一个大概的状况 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过包括这个6月3号到6月4号 在现场 在天安门的广场的现场的人 在六部口被伤害的人 在另外一个 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 当时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是中学的教师 他自己从晚上大概七八点钟 6月3号的晚上七八点钟到6月4号的凌晨四五点钟时 在牧虚地也就是北京打枪最厉害的地方 他自己的经历会跟大家分享 那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香港 我们知道每年六四在香港呢 所举行的违缘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烛光的晚会呢 是非常非常触目的 过去的这两年时间里面的参加人数 每年都是创新高的 那今年呢 在昨天香港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 BBC和法广对这件事情都有报道 BBC是这么说的 63%的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学运 那香港大学公布的每年一度的民意调查显示 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八九天安门学运的比例 创香港政权移交以来的新高 港大民意研究所5月30号表示 1000名受访者中63%支持平反天安门学运 比去年增加两个百分点 16%的人表示不支持 与此同时有51%的人认为 中国的中共的人权状况比1989年有所改善 那比去年下跌了11个百分点 是政权移交以来的最新的低点 51%的人认为 比现在 比起24年前 人权有所改善 24年前的人权的概念就是 开着坦克把学生撵了 换句话说 更多的人认同 目前的状况 跟24年前的8964的情况 类似了 越来越接近了 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总监 钟庭耀先生 透过新闻稿分析的结果说 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继续认为 中共当局当年处理不当 同情北京学生支持平反六四 上述意见 与去年的情况大致相同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法广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是讲说 香港民众支持平反六四的比例 再创新高 那他也把整个调查的结果 跟大家分享 我说的意思呢 这些大的网站呢 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 以目前这个调查结果来看 搞不好 今年六四为源 烛光的这个 这个倒念活动 大家一定有的看 我相信 所有的朋友 你有机会 你有机会的话 你就应该去为源 如果你有机会 而没有去为源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 正像当时 当年十超二十四年前 有关六四的情况时 我那时候是个旁观者 我不是在校的学生 我早已经毕业了 而当时我自己 作为北京的一个普通的人 北京胡同 普通街的一个人 给我的概念就是 这件事情 只有一次 不会有第二次 这件事情 你没有看见过 你就永远看不见 我相信 在八九六四 为源 今年的香港为源 恐怕 与我当年的情况 有着类似之处 大家知道 在六月的七号八号呢 习近平呢 可能与奥巴马呢 在加州的一个什么庄园里见面 那在这件事情上呢 人们认为呢 是奥巴马很注重习近平之间的私交 我个人觉得呢 就那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 但是呢 自由亚洲电台登出一条消息呢 蛮有看透 文章讲说 陈光成家人突然获准办理护照 习近平 奥巴马会见之前 北京施以善意吗 他就讲说 陈光成的大哥 陈光复 申请办理护照 去美国探亲的要求 突然获得当局受理 那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也电话采访了这个陈光复 那陈光复自己呢 承认说 昨天呢 突然通知他可以办护照 大家记得陈光复就在大概两周之前 被警察打了 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了 而就在两三周之前 包括陈光复的儿子 那也就是陈光成的侄子 在监狱里面 希望能够保外就医 那也做不到 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 对陈光成的家人 施以重压 在施以重压之后 就在习近平将要出访之前 突然放松 流氓 对吧 这就是流氓 施以善意 然后谁主办这件事情 谁就乐 说这记者有点 有病 外国人都是傻帽 打他 先打他 让他们叫 叫完之后放过他 然后习近平 习总出去访问 要条件 就这么点事 不就流氓吗 但是我自己 在看过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确实有个问号 难道现在的 孟建柱所掌控的 政法委系统 而且直接由习近平来 领导的人 跟原来没有任何改变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没有听到 政法委或者孟建柱 很多的消息 但是在基层操守的 这些警察的操守 非常的残酷 那是不是孟建柱本身 压不住原来的周永康的 这批人马 可能是 可能不是 而就在昨天 中共18个省市的 这个省一级的 这个据说公安局的局长 大换马 是不是跟这些有关呢 没准是 也就是说 习近平没有真实的掌控局面 在下面 而如果18个省的 公安局长大换马的话 也就是在省一级的 这一层的 原来的公检法系统 政法委系统 孟建柱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他忙于要把这些人 换掉 换成自己的人 才能够跟习近平之间 达成了一个没有阻碍 我自己的感觉有这个问题 那至于陈光复 为什么突然可以获得 这个可以办这个护照呢 我自己的讲法 还是中共内部斗争的结果 根本没有什么善意不善意的 郭美美 你说把这个红十字会给毁了 但是日前呢 我们在评论当中 曾经提到过一概念 郭美美这么毁红十字会 她没事 没人敢动她 人家姐们有钱 没人敢问这钱哪来的 昨天 这个美美小姐又出来美了一把 网上报道这么说的 没人敢动 郭美美又在微博悬负 卡上余额五十一亿 郭美美又在这个微博上悬负 这一次是自照绣长眉腿 兼脚下一双价值一万七千元的水晶高跟鞋 一鞋激起千层浪 微博迅速引来网友围观热议 有赞扬其勇气可嘉 有骂其皮厚无耻 还有人称其为鸿汇最好的监督员 我个人认为了 如果一个卡上 他的卡上有五十一亿 这已经不是嘲笑红十字会了 他卡上有五十一亿 习近平卡上有多少钱 对吧 李克强卡上有多少钱 我想问的是这问题 一个女孩子卡上有五十一亿 敢在微博公共环境下去炫耀 没人敢碰她 我就想问 她哪来的力量 那伟大的党国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那块臭肉也不敢摘 跟这位郭美美女士敢悬负 拿出五十一亿的余额 中间是对等的 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既不敢动天安门广场的臭肉 也不敢动自杖 秀长的美腿的美女 任意去悬浮 说姐妹就这样 你敢动姐妹一下 姐妹敢碾死你 姐妹敢把你当成臭虫 碾死你 这就是今天看到的场面 我提出的问题很简单 为什么 那为什么对等之下 在学校里那么多普通上学的孩子 连客桌都没有 我们看到这故事太多了 同样一个女孩子 可以这样 我们生活的这地方 您给起个名 这是个什么地方 您给起个名 中南海是个什么地方 再起个名 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 那希望夏季 明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大家伙起的什么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